兩位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搞笑對你們來說 到底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搞笑 對我來說就是 讓大家回到像小朋友般 天真的毫無顧忌的大笑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很容易啊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人越長越大之後 發現好像可能是生活壓力好 就比較不再那麼長笑 所以我們會希望搞笑 就帶給大家就是 回到小孩子般 那種天真毫無顧忌的 那種大笑 所以小孩子不能來看我們的表演 不然他會笑得更誇張 回到更前面 回到嬰兒啊 搞笑對我來說 算是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對 因為我覺得搞笑是一種 我跟人家溝通 我可能就會塞幾個笑點 我自己的想法進去 然後會跟人家親近 然後我覺得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有真的存在 上舞台的時候表演 然後大家掌聲 那個感覺是無法言語的 難以言語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存在欸 我是有肉體的 我心裡好充實 我可以得到這種滿足感 那在其他的事情 我可能沒有辦法得到這種感覺 對 所以我希望就是 我可以一直搞笑 一直讓人家開玩大笑 對 然後傳承這個 推廣這個文化 對 讓台灣的人都知道 原來搞笑是很認真的 很有學問的 但是你們知道 其實搞笑之路 我相信真的不是這麼簡單 所以就像你們剛剛說 退稿啊 或者是在電腦前 你要很自爭劇拙的 認真琢磨你的劇本 有沒有發生過那種 你們在台上很認真的搞笑 然後明明就是 大家都說很好笑 可是台下觀眾的反應 不是很好的 有這種 也是有 一定有 也是有 像我剛剛那個段子 就是那個警匪的段子 我在第一次成的時候 觀眾是鴨雀無聲 就第一場 然後鴨雀無聲 然後我在台上說 欸 怎麼會這樣 因為在那個裡面 那個辦公室裡面成 算是還不錯 然後但是那一天 其實可能也有其他的因素 因為那天下大雨 整個下大雨 然後聽不太清楚 對 然後再加上 可能觀眾進來 就是全身勢搭搭的 然後就是把自己搞得 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我們那時候是第一組出來 然後第一組出來 其實就是要進到 暖場的責任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是在台上 有感受到這場氛圍 我們就是把自己演技 把自己的能量 再誇大 再誇大 就讓他們感受到 我們的活力這樣子 不要 對 就不要讓下雨天 影響到他們的心情這樣子 然後到中後段的時候 觀眾就開始 有在笑 然後進入這個情緒了 對 進入這個狀況 因為有可能是他們 一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就是還很 啊 啊 那種感覺 對 對 然後我們就是進到 就是把腸子暖熱 然後就交給他們這樣 第一組很重要 對 就有點 像林木一郎一樣 在地板 林木一郎 林木一郎 神喔 對 期許自己是 慢財界的林木一郎 是 非常好的志願 對 所以 有碰過嗎 偉亮 有 我們是好像還好 我們這一組是還好 因為他們都幫你們暖好生 而且也夠好笑 這部分是不用說啦 沒有啦 也夠帥 但是我有忘詞的經驗 那怎麼辦 就真的是很想死 很想直接死在臺上 是露了一拍還是真的忘了 然後你的搭檔幫你救回來 露了一拍 但是因為在舞臺上 什麼東西都會放被放大 只要露了一秒 那個感覺對我來說 好像一分鐘一樣 很想死 一拍 半拍其實都發生出來 對 就自己就很心虛 然後後面就會演著 綁手綁腳的 可是台下觀眾還是小了 好像有把他們 他們好像有點不屑 不屑嗎 應該還有 從忘詞開始 笑聲就慢慢變少 所以那次是我 蠻挫折的一次表演 後來回去之後 後來回去 就只能一直練 就很懊惱 因為我們每次演完也會檢討 就是每次就會跟總監 還有跟團長檢討 然後檢討完之後 我們自己夥伴各自 也是會檢討 像我跟我那個高中同學 我們每次只要一演完 我們就會討論 然後討論到很晚 凌晨三四點 然後說今天拿個點 拿個點 然後就是 再把它改過 每次都會討論 一定 我們有自己的一個小群組 我們會討論 所以其實每一個團體彼此之間也會互相觀摩 會 會 會互相打氣 對 會互相鼓勵 也會互相就是 吐槽 對 就要玩出一些東西 就這樣才會有一天火花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兩位都想要以搞笑為人生之夜 對 是 你不用說了 你很明確 對 你博士班會念完嗎 博士班希望也可以念完 這樣兩邊 兩邊都是我的興趣跟專業 我覺得這樣子 說不定以後可以找到共同點 也說不定 對 那以後如果阮驚天演過的角色 想要請微亮去演 當然好啊 這不是搞笑了吧 這已經不是搞笑了 這是很認真的 我會願意去嘗試 對 是 其實呢 我真的覺得搞笑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聽你們帶給我們笑聲 帶著沒有壓力的心情走進去劇場 然後享受一個很開心的兩小時 對 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 對 以觀眾來說 對 我們也希望可以帶給觀眾 這樣子的感受 對 謝謝 謝謝兩位 我們以後要一直笑下去 好 麻煩了 謝謝 謝謝 麻煩你們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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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